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生一些不必要的争吵 女人也会因此觉得自己的另一半 其实没有那么爱自己而变的失望 对你们之间的感情失去了信心 作为男人就应该去学习如何去了解自己的女人 女人很多时候都不会直观说出自己的情绪 而你就是要学会如何 去发觉女人隐藏在心里的情绪 女人在感情里都是比较被动的 男人是主动的那一方 其实已经司空见惯 因此很多女人在表达自己的 爱意的时候都并不是那么的明显 都是需要自己的细心发掘 女人在遇到自己很喜欢的人的时候 也不会直接去跟对方表白 但是男人对这些方面并没有那么敏感 很多时候明明两个互相喜欢的人 却因为没得到对方的信号而遗憾错过 所以在对待感情的时候 男人一定要多注意注意细节 你会发现这些细节就包含着对方对你的想法 在感情里女人可能不会主动 但是在对待自己喜欢和不喜欢的人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她的所有言行举止都包含着对你的想法 男人就要明白 当女人有意让你得逞 就会给你这些权利 让你替她做主 每个女人对待自己的事情的时候 都是很有自己的想法的 当她主动让你替她做主的时候 你就要明白 她心里是完全地信任你 依赖你了 在遇到事情 很多时候我们都只会跟自己信任的人去商量 但也仅仅只限于商量 并不会让别人替自己拿主意 所以当女人让你替她做主的时候 就证明你在她心里已经有很重要的地位了 她爱你的时候就好像一个小朋友 什么事情都会问你的想法 包括她要吃什么东西 去哪里玩等等日常小事 都很欢迎你做出决定 但如果她并不喜欢你 她就会很抗拒你干涉她的事情 和她产生肢体接触 女人都很抗拒自己 不喜欢的男人碰自己 相反 如果你是她喜欢的男生 你要是碰她的肢体 她会很享受很喜欢 甚至会主动制造机会跟你有肢体接触 跟喜欢的异性有身体接触 是很能让女性高兴激动的 她没有感到你对她的心意的时候 内心就会非常的焦虑 于是她就会制造机会来与你身体接触 以此来推进你们感情的进一步发展 送她回家 陪伴她 女人对待自己的感情也是挺决绝的 当她不喜欢你的时候 她一定会明确地拒绝你 她不会让别人误会你们之间的关系 也不会给你营造一些虚假的希望 反观对你有意思的女人 你如果对她示好她不会 拒绝反而还会很高兴 更希望顺头摸瓜 跟你有进一步的发展 众所周知 当女人愿意让你送她 回家的时候就是对你的一种认可 出于对自己的保护 女人都不愿意让一个自己 不喜欢不信任的人 知道自己的家庭住址 而且大晚上男人送女人回家 也会引起邻居的儿误会 当女人让你送她回家的时候 就说明她心里有你 想要你多点陪伴她的时间 你可以关心她的私事 每个人都有隐私和秘密 而这是不能让别人轻易知晓的 尤其是在两性关系中 女人心底里是藏着许多秘密的 而且都不会轻易让别人知道 在与异性相处的过程中 也会对自己的私事 有所保留不愿被别人知道 但如果一个女人足够地信任你 她就不会抗拒你过问她的私事 包括她的家长里短 她平常地朋友交际 甚至最不愿提起的过去的感情 她都不会介意你知道 如果她愿意跟你提起 就证明她已经非常的信任你了 当你拥有了女人给你的这些特权 你就应该明白这个女人 心里已经很认可你了 甚至可以说是对你感情上的暗示 同时也是在告诉你 你可以主动出击去更加深入发展 你们之间的关系 但是如果你理解不到 女人给你的这些暗示 那么你们就只能错过彼此了 要知道女人其实是很爱恨分明的 对你喜欢与否 从她的行为上 你都能感觉到 当你收到了女人给你的暗示 你就可以主动捅破你们之前的 那一层薄薄的窗户纸 开始属于你们两个的美好爱情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后期我们将会持续给大家 带来更多情感小知识 帮助大家分析女人复杂的内心 解决情感问题 如果对我的节目内容感兴趣 就赶快关注我的频道吧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有什么不同的 或者更好的意见和见解 请尽情地留言 我将一如既往地和大家保持互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